生活中 青色无处不在 它是天空的颜色 山川的颜色 是苦水的颜色 它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含蓄 与淡薄 一笔画丹青 一抹东方色 每当万物苏醒的时候 天地间最初的颜色 就从青开始 传说宋徽宗 曾做过一个梦 梦见大雨过后 云破之处 天空的颜色 醒来之后 十分感慨 希望重见其貌 宋徽宗想要的是 大雨过后 云彩裂开的缝隙里 粉粉嫩嫩的情 而不是耀眼的天然 为了参照颜色 是否精准 古代的匠人 每次烧遥 只能等待天降大雨 再将烧好的瓷器 从天空的云破处对比 如果颜色不同 就打碎 再等待下一个 好天气的出现 宋徽宗以 雨过天青 云破处 这一般颜色 做将来 命名瓷器的颜色 这就是中国色 天青色的游览 这就是我心中 最美的中国色 我是中国色彩推荐人 我是王俊凯 这是围绕着我们的青 来利用一些汉字 然后让这个青变成其他的字 首先这就是一个偏旁步手 然后加一个青 就读成了一个 也是一个青 青它这个字 在右边其实它很有趣 它加上什么步手之后 它就把那个领域当中 最极致的那种美 要呈现去 对 那个状态 清水 这就是水里边 最美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 金是眼当中最美的部位 我们叫眼和金 金是眼当中 那个画龙点金的那个部分 然后呢 这是一个情感 哇 爱情 心最美的部分 对 所有的心当中的 有了心之后 情就是其中 最唯美的那个部分了 对 是的 亮 亮 见到的 所见当中最美的容颜 亮丽的容颜 应该还有 还有 还有 对 对 特别特别多